八色鳥每年四月底對對東人家背到台灣的山蠍蕾環筆 今天有一隻八色鳥就不小心撞到山蕾文憲國秀稿的寶蕾 讓好好老師聽到 因為有些玻璃它擦得太乾淨了 鳥在飛的時候它以為是一個通道 那有時候不小心就轉到 那現在是八色鳥遷徙的季節就對了 它應該到台灣了 因為像以前的紀錄大概四月中 從林內湖本就有 我問在山蠍蕾的八色鳥 怎麼會出現在埋地 有可能是它這年來鄉的路途中 因為好好的寶蕾切得太乾淨 才讓這隻八色鳥不小心撞到受傷 在以前的觀察比較沒有注意到 它後來之前有一筆是在北桿廟受傷 從那一筆我們就是大家可能會從台灣沿海 之後順著溪口飛到山區 第二八山區 那這一隻從西羅文賢國小經過 應該是路途中 然後它的繁殖地是在林內地埋巴山區 初步觀察這隻八色鳥並沒有受傷 撞到寶蕾湯之後只是頭腥 目前已經壓風了 林內八色鳥咖啡有一個陳嘉宏先生 他也是特徵的人 我們會給牠繫上腳 在量基礎資料之後就野放 那如果這隻隔一年再來 我們就知道牠 也可以推估牠的壽命 有時候鳥類有種稀放 有時候會知道一些基礎的資料 這隻隔一年有受傷的狀況 這是你的情況 早上是說眼睛咬上有受傷 那我剛才看好像還好 應該休息一下 目前等十八色鳥 都要背去山頂環遞的規則 民眾如果是不正義發言 千萬不能去教療癮 記者等阿聯 我們今天常播的喔